新北妇女乐活馆11月起邀请三鹰地区的女性艺术家 共同分享她们的创作与理念 目前呢 馆内正在展出女时代一起飞翔 内容包括了青花瓷 蓝染 陶艺 摄影等多元丰富的作品 妇女乐活馆主任叶淑琳表示 希望借由艺术创作展现女性朋友在文艺历程上的风采与韵味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新北妇女乐活馆目前正在展出三鹰女时代一起飞翔 展出的作品包括了陶瓷 蓝染 摄影 陶艺等等 内容相当多元丰富 妇女乐活馆主任叶淑琳表示 这次参与展出的创作者都是来自三鹰社区大学及妇女团体的女性艺术家 透过她们的创作希望能开启更多女性朋友接触艺术的机会 希望透过这个艺术的创作 让更多的女性展开这个艺术的一个翅膀 可以飞向就是美丽的一个天空 那我们这次的展期是11月3号开始到12月31号 在新北市妇女乐活馆展览 那我们这一次的内容有陶瓷 有蓝染 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艺术元素运用在生活层面 在开幕记者会上由陈采云老师率领三鹰社大学员以走秀的方式 展现了青花瓷绘画的美丽成果 衣服上彩绘的花朵全是她们自己亲手绘画而成的 风华雅致让衣服重新赋予了不同的生命 陈采云老师表示 她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拥有自信 并将艺术融入生活 让自己的人生自在快乐 这是油画板 一般的油画板都要油画对不对 油画有很臭的味道 那我不喜欢 那我就把我们的我们画衣服的这种染料 画在这个画布上面 我这幅画是说 我希望女人 有些女人她胖胖的像花瓶一样也可以很可爱 有些可以像葫芦一样的身材也是可以 那有些是场景品的很瘦的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是做的快乐女人 都可以活得很自在快乐 另外这次的展览还有陶艺老师 维艳的免烧陶艺作品 已经76岁高龄的维艳老师 看起来却像只有50岁 她笑说因为不停的创作 让她随时都能够保有热情 也因为投入艺术 让她天天轻松愉快 而这就是她永保年轻的不恶法门 轻松愉快 自然身体就会好 好的话就是良性循环 三英区女时代一起飞翔 展出的时间将到12月31号为止 欢迎民众到新北妇女乐活馆 欣赏美丽的手工创作艺品 一同感受在地女性文艺历程的风采与韵味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